今天这期视频我要改造我的这个院子 让它实现一个功能 就是当车开回来 这个院子的灯和音乐自动响起 那第一步的话 我是买了这样一个智能的空开 它是可以支持WiFi控制的 而且也是支持米家的系统 同样还是可以连接到这个HomeKit系统里面去 然后最主要的 现在有个难点 就是之前这边是有接特斯拉的充电桩 会有非常多的空开 还有接了一个时控 我先要把这个时控拆掉 然后把刚刚的这个WiFi控制器放到这里 同时这个下面它是有个接电的 因为我要坐到有人在院子的时候 这个家里的这个院子的灯还是能自动开 所以说会有个难点 就是要分一条线给我的这个人体感应器 然后让这个设备关掉之后 不会关掉我人体感应器的控制 所以说我们先来开始实战吧 然后安装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 上面是进线 下面是出线 这边是火线 这边是零线 这个下面也是对应的 这个千万别搞错 要不然还是有一定危险性的 这个时控开关的话一定要注意 它本身这边是进线 这边是出线 所以说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接线方式 直接进行切换就可以了 OK现在已经把这个时控开关 成功的拆下来了 换上了这个智能的一个控开 然后方向可能搞错了 因为它这个天线太长了 这里装不进去 现在我的接通电源来看一下 到底有没有效果 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院子 然后点击下一步 然后这个地方不用管 再点击下一步 然后可以把它作为灯的开关 这个都不用选了 OK现在它这个图就已经起来了 我们试一下现在能不能对它进行控制 比如现在它是开的状态 我现在让它灌 好快 再按一下 OK 已经关闭 已经打开了 这就是打开 我这应该因为是装反的 然后再按一下 OK现在就跳杂了 再按一下 其实反应还是非常的快的 然后到了晚上就给大家来看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打开院子灯 开了 关闭院子灯 打开院子灯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这样每次回家 它这个灯就会自己打开 还是很有氛围感的 下次我要接着实现 回到家里 让这个背景院也开始响起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